有症状 为了保险起见 指挥中心也延长了女儿的隔离天数 由于全家人全部都住在一起 究竟是机师还是儿子传染 指挥中心还在调查 我们今天新增的 还有新增的一例 本土的COVID-19的病例 他是我们案1090的同住家人 指挥官陈时中 罕见在周二亲上火线 因为9名机师确诊后再报本土案例 澳洲确诊印尼籍机师 除了儿子案1090被验出病毒阳性 现在连太太也染疫 她是案1111印尼籍四十多岁女性 近期没有出国时 二十一号先生在澳洲确诊 太太因为是同住家人 被居家隔离一采阴性 隔日二采同样阴性 没想到接下来居家隔离期间 二十六号她出现喉咙肝 身体痛晕眩口苦恶心 睡不着等六项症状 经卫生单位安排裁检后确诊 CT值二十二 他是家庭接触者一人 对对防疫接触车相关 我们例行在送医院的时候 坐车子的人 机师太太确诊前 跟先生还有儿女同住 十六号先生带儿子去过清真寺 不排除当时父子两代病毒回家 造成传染 因为他们家一起住在一起 所以是不是一定是 他先生传染 不一定 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个案是 他的小孩是1090 在澳洲确诊的机师一家四口 如今爸爸妈妈还有儿子 都感染新冠肺炎 同住女儿四月二十一号 四月二十二号二采接阴性 目前无症状因此没在裁检 居家隔离延长到五月十号 机师连环确诊 疫情持续扩散 源头在哪 恐怕还要等指挥中心 进一步厘清 记者林英伟洋相遇SNG台北采访报道